祝大家平安 平安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我们在这边一起敬发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书 今天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书 马太福音是写给谁看的 是写给我们各位看的 但是他的作者是谁 是犹太人 他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 是马太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写给犹太人看的福音 在当时而言 但是他虽然是写给犹太人看的 可是当你细心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福音的书卷 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书卷 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 这个作者的观念 他是不狭窄的 这个作者的观念他是非常广的 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刚刚我们的诗会有跟我们说 这节经文是 耶稣要升天之前 告诉他所有的门徒 说你们要去传福音 这节经文就被称为什么 大使命 这是一个大使命 今天我们就要领受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去完成传福音的重则大任 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不管你几岁 不管你年纪是不是还很小 不管你年纪是不是很大 神都要把这个托物放在你的身上 神都要把这个托物放在你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恩典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都已经得救了 你阿爸阿妹 阿妹 你已经得救了 神要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蒙他拣选的 你的生命是蒙他拣选的 所以我们和门徒一样 和使徒一样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是什么 回应给我 是传福音 是传福音 我们要特别留意第十七节 在第十七节的经文 说什么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还有人疑惑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难过 我们难过的是什么 他们已经亲眼看见耶稣 而且他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还怎么样十几次跟他们写线 可是他们怎么样 还疑惑 今天你疑不疑惑 我们都是软弱的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疑惑 不过 神给我们的重的答案是什么 你看到后面的经文 你会觉得有点开心 他怎么样 神照样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放在疑惑的人身上 今天就算你疑惑 你还是要领受这个大使命 你不能说 我疑惑了 所以我不用传福音 神一样要把这个福音的责任 放在你的身上 他同样把这个责任 放在疑惑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 他要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 就算你是疑惑的 你还是要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 有时候不是我们会受伤 我们一定会受伤 你一定会觉得 我这边做得不好 或者是你觉得 他指责我了 还是同工的时候 会有争执 但是 今天你受伤 严重吗 或许很严重了 你的心已经冷淡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提醒你们 你千万不要忍担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他受伤得很重 但是他一样继续传福音 那个人是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受了多大的苦 第一个 他的门徒相信他吗 虽然跟了他三年 可是最后还是出卖他 到最后他怎么样 被人家定时价 当时在那边看起来 是最公义 最正义的法律 可是还是把他定时之架 一直到耶稣复活了 他的门徒信他吗 还是有人疑惑 哇 亲爱的基督姐妹 你受的伤有耶稣重吗 耶稣完全没有退缩 虽然他忍耐 虽然他有一点受伤 但是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求神给他当地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算我们受伤了 我们还是要学习耶稣基督一样 没有退缩的心 我们知道就算我们疑惑 就算我们软弱了 神一样要使用我们 神一样要使用我们 他从来都不丢弃我们 因为主要大大的使用我们 就算我们是软弱的 微小的 主还是看中我们 今天全世界最多人的地方在哪里 在中国 第二个在哪里 在印度 第三个是哪里 网路世界 第三个 所有的人都在使用网路 使用网路的人 通常都会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 那个力量微不微弱 非常的微弱 但是 我们知道 最近很多什么 人肉搜索 每一个人转贴一下 这边复制一下 那边再贴一下 那边再传一下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巨大的 这件事情是巨大的 前不久我们才看见 人肉搜索有一个人 因为出了车祸逃跑了 可是因为人肉搜索 把那个人抓出来 所以就这样 微小的一点力量 最后 他形成了巨大的力量 今天 我们虽然微小 但是 当我们在团结的时候 我们所目出的 是巨大的力量 我们能产生 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力 在经文里面提到 然而有人疑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你疑惑的时候 你会继续往前走 你觉得你会继续往前走吗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停留在那边 但是这时候 有一个重点 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彼此相爱的心 当你疑惑了 你发现你的朋友来支持你 来跟你相挺 来告诉你真正的答案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动力往前走 会 因为你知道 有人陪伴你 因为你知道 有人陪伴你 这时候我们那个 肢体的关系 是非常神 非常看重的 我们知道这几天 中华队打棒球 结果有一个人 他投的好不好 投的好 但是有点糟糕 因为他都被人家力转身 可是 大家怎么鼓励他 你投的很好 不要气 当你疑惑的时候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做不好的时候 那个肢体的关系 重不重要 重要 因为他能带你 继续的往前走 因为他能带你 继续的往前走 传道书怎么说 四章九到十节 他说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人劳碌 弘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 他的同伴 这人可以扶起 他的同伴 神是一个看重团队 不是的神 神是一个看重团队 不是的神 神没有把恩赐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今天你旁边会的 你会吗 可能你不会 我的先生个性很慢 可是我就很急 所以每一个人 他的身上的恩赐 都不一样 今天我很会用电脑 可是我身边的人 可能不太会用电脑 今天我很会带领小组 可是我身边的人 却很会准备茶点 哇 这样是不是一个很棒的结果 神是一个看重不是团队的神 所以神是像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教师 等等之类 还有他遭去了所有的本土 今天神是要看重我们的 不管我们是不是两三个人 或者甚至到我们已经有很大的团队了 但是不要忘记 不管你多么的微笑 你只是两三个人也好 你只是一个人也好 当你去跟旁边的人结合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蜜蜂在竹草的时候 他必须要分泌他的密集 就是他身上的一个东西 让他的蜂巢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蜜蜂这么多 把他的蜂巢做得那么大 今天我们坐在这边的人这么多 你可以想象 我们能做的事工有多大 神要在这间教会成就多美好的事情 所以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好 我们要来看一部影片 好 他因为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他现在走过水了 然后去送他的活物 你看他的底下有多少人在帮他 好 他很顺利的把这个东西送打了 结果还有一个更重的责任 他的团队要怎么样 还是要把他送过去 今天这个广告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吗 我们再看一次 那我们可能你在我们的广告里面 你都有看过这个广告 这是Payles的广告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要帮他阻挡 他遇到了一个困难 他呼求了他的团队 哇 像耶稣一样行走在水面上 他很有自信 他是笑容的走过 结果感谢他的团队 让他把货物及时的送达 后来神一样给他一个很神圣的任务 好 我们知道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结合 我们要一个团队的责任 我们就能使命必劳 我们就能使命必劳 大使命的目标 是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 在这个世代传福音困不困难 困难 但是神要给你很大的团队 祂要给你很大的帮助 这个帮助是超乎你所想象的 祂只要讲一下 你看那些人全部都一起埋在水底下 所以今天神要给你意想不到人 今天神要给你意想不到人 今天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几点 第一你要踊跃 你要踊跃 你们出去领人进来 而不是等人进来 你们要出去领人进来 而不是等人进来 或许你会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福音 到底我要怎么样的传福音 我要怎么样的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是默默的 我真的很安静 我也不会说话 每次看到人来 我就好害怕 虽然我很想跟他说话 但是我就是说不出口 第二种人是什么 他是主动的 他一下子就可以跟人家建立关系 他是很热情 但是你是第一种人 你是默默的时候 你要怎么传福音 你可以用祷告的方式 你可以用祷告的方式 你可以为了他们祷告 你可以为了新来的人祷告 你可以为了我们国家祷告 你可以为了事工而祷告 甚至当一个国家发生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用金钱去传福音 在921的时候跟八八水灾 我们的总会收了很多的金额 去帮助那些受到灾难的人 当日本遇到大海啸的时候 我们一样这样去帮助他 所以你如果是属于默默这一派的 那你就用祷告 或者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神的福音传出去 那如果你是比较热情的那一派 你就可以去参加短宣 你就可以去布道 你就可以甚至遇到每一个人 你就跟他传福音 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 只是我们有没有看中这个责任 我们有没有看中这个责任 再来我们要看我们的对象是谁 万国万民和万民 在使徒行上一章八截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能得着能力 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把神的福音传出去 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我们要先传耶路撒冷 再传犹太全地 再传撒玛利亚 最后再传地底 是一件一件事情完成吗 在神的眼光里面 不是要一件一件事情完成 祂是要你们一全部 我们看旅正中一本怎么写下页 旅正中一本是写说 你们就必领受能力 不但要在耶路撒冷 也要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给我做竞争 这件事情不是等到一件完成之后 再完成下一件 神要我们不断的去做 神要我们不断的去做 神的心意是 近处跟远处 同时并行 有些人会说 我跟祂教会 我们只有在教会就已经传不完了 怎么还有能力去到外面 我们台湾也传不完了 怎么还有能力去到外面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别的国家的传教士 一样来到台湾 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 神不只要在这个地方 兴起福音 神也要在另外一个地方 兴起祂的福音 当这个地方有福音 当别的地方有福音 当外国的地方有福音 神的福音是一直骗传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不只要在这个地方传 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区 今天我们可以把耶路撒冷 说成是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 我们最熟悉的地方 犹太全地是哪里 是台北市 整个台湾省 那撒玛利亚呢 跟我们文化有一些差异的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 我们的客家人 那最后的 是哪边 直到低级 哪边 非洲 印尼 印度 每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去传 就把福音传到低级 再来内容是要什么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地上 他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做见证 今天你要传什么 你知不知道 就是传耶稣基督的见证 非常简单 传福音只要传神的见证 只要传神的见证 耶稣基督没有坐在宝座上 发号施令 通常在上班的人 最讨厌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老板坐在上面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你要一直去做一直去做 可是老板子会怎么样 一直讲一直讲 但是耶稣基督 他没有一直讲一直讲 耶稣基督他亲自下来 示范给我们看 所以今天你要传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见证 是传耶稣基督的见证 但是 我们传耶稣基督的见证前 我们要先学会向耶稣基督 我们要先学会向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他的生活上 他遇到什么 他爱他的仇敌 他还什么 他还胜过魔鬼的挑战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当我们学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能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当别人看见我们 靠主在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功课 或者是在我们的为人相处上 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都时常依靠主的时候 别人看见 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是在为主做见证 你有没有看过化妆品广告 化妆品广告会怎么样 选一个好漂亮的model 那个发型 那个脸 那个皮肤 那个眼睛 哇都是一等一完美的 今天 同样的 你为什么会去买那个化妆品 因为你看到他 今天为什么人家会来信耶稣基督 因为他看到你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你要去传什么样的福音 你要去传耶稣基督的见证 今天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福音 是真实的福音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去说明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武侠小说里面 都有一套武功 让他们出去跟人家打斗 当你看到他展现出什么知识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师父教出来 今天 你出去展现什么样的时候 人家就知道你是什么师父教出来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为主做什么见证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能做什么来荣耀神 做什么来让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的同事 得着这个美好的福音 最后 神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教导 我们要遵守神的教导 最后经文里面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还给每一个人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要记得 主耶稣所吩咐的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 都教训他们 不是一直直直点点说 你这边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都教训他们 神要告诉我们这个都代表 不可以极端 不可以极端 另外呢 还有什么 我们不能只专注一个重点 而其他全部都不去传 我们要全面均衡的 把新约旧约 神的福音 神的见证 都传给你的朋友 都传给你的朋友 遵守是什么 遵守就是 你要去尊重 而且你要去实践出来 你要去实践出来 你要把神的福音实践出来 在最后经文 告诉我们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日 如果我们看经文 你会发现 是不是我要传扬福音 到最后 神就会与我同在 是不是我一定要做完这个工作 神才会与我同在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告诉你的是 他无时无刻都跟你同在 他无时无刻都跟你同在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就 应允我们说 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就在那里 有我在他们中间 耶稣随时随地 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他随时随地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只要你觉得累了 你就哭求他的 他随时随地都要跟你同在 我们知道有主的同在 让初期的教会 初代的教会 虽然遇到很大的逼迫 但是不应保留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们遇到很大的困苦 我们依然知道 有神跟我们同在 有一间航空公司 他就出了一道题目 他出了一道题目 他说如果你答会这个题目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奖 这个故事我相信 一定有人听过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奖 这个奖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免费搭飞机 这个题目是什么 就是你猜哪一个航线最短 在坐飞机的时候 我们知道 当你坐长城飞机的时候 是非常累的 但是你猜哪一个航线最短 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想 应该是从台湾到中国大部最短 台湾到金门 你猜哪一个航线最短 有一个人 他的答案让我们觉得很稀奇 他说 当你跟你相爱的人同行的时候 那个航线就是最短 今天传播音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 可能你觉得这个责任我负荷不了 但是主耶稣说我跟你同在的时候 这就是你必定能承担的 这是你必定能承担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旅行很长 但是主耶稣要跟我们同时 因为他应允我们 二十四小时跟我们同在 二十四小时跟我们同在 我们要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是 我深渴望 我深渴望 渴望主耶稣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领受这个能力 并且由能力出去传 那天不过不求你 来回复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回复我们的心里 长相他们说爱的乐乐 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风在 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风在 接触着你的风在 今天我们的心里 能不能过往来到神的面前 我的心 我的渴望 你回复着 屬於你的時代 任命過度 萬全呈現在這地 就如同在天上 我們一起慶祝天護我不求你 大家恢復我們的心 恢復我們的心 讓恢復的心 傳向他們說愛的恩怨 吸引這個時代 主啊 願你來到我們的身世 吸引這個時代 感受你的空在 來一直恢復我們 開啟你的眼睛 心裡你的眼睛 你的愛 你的愛 我的心 何的渴望 你恢復著屬於你的時代 願你過度 萬全呈現在這地 就如同在天上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再次安靜在神的面前 神要來告訴你 祂要你去傳福音 這個重大的使命 要在你的身上 或許我們是微小的 但是切記 當我們每一個人 依靠神的能力的時候 你就不是最微小的 而且你在這個世代是被看成是巨大的 神要大大的使用我們每位弟兄姐妹 或許你會覺得 我不行 但是神說 你可以 神說 你可以 神要來恢復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你要去體驗神的心意是什麼 或許你已經離開神很久了 但是你要去體驗神要告訴你的是什麼 你要去找回神所愛的恩 或許你也是 離開神的那一隻羊 但是神 要找回你 來到祂的面前 祂要告訴你說 你可以的 而且我愛你 我也要猜拳你 再去把這個福音 傳扬給更多的人知道 我的心 何等可忘 你會負責 屬於你的時代 願你過度 萬千長線 在這地 久如同在 別人生 不等的 可忘 野оже我的心 真的是願望在當天的意思 神多多國 願你過度 萬千長線 願你過度 萬千長線 為那個活力 萬千長線 屬於你的時代 願你過度 萬千長線 在這地 久如同在 天上 在這地 久如同在 天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让我们的阿爸父神 谢谢祢如此的爱我们 在几十亿的人口里面 祢尖宣我们成为祢的门徒 成为祢宝贝的儿女 主耶稣谢谢祢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为我们量身打造一个 属于我们尊贵的身份 也求祢为我们一生 立下美好的计划 主今天我们要前边的 来到祢的脚签 求祢将祢的旨意写明 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若我们心里有苦痛的 求祢亲自来安慰 若我们身体有病痛的 主啊祢的医治 也要临到他们的身上 因为从事实此刻开始 我们要接受祢的呼召 我们要成为祢的门徒 更多的认识祢 以祢的心为心 更加的学习祢 维生在祢的爱里面 在祢的福音里面 主求祢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不停的充满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众能一看见就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是祢的门徒 谢谢主耶稣 这下加倍的恩典祝福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也在我们的家庭身上 在此献上感谢 我们将祷告的 神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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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